3比0 勇士再胜开拓者 还有什么悬念吗 根据数据统计 勇士晋级总决赛的概率高达99% 其中4场晋级的概率达到59.7% 5场晋级概率为28.4% 6场晋级概率为7.1% 7场晋级概率为3.9% 现在就看勇士想几一场比赛结束系列赛了 意见要为杜兰特和考琴斯 争取尽可能多的康复时间来备战总决赛 加下C3后 勇士已经连续电视 22个赛季级后赛 至少拿到一场客场胜利 继续创造着历史记录 G2和G3有点像 还是开斗者在上半程序的领先 双枪还是迪你 不同的是 即便由小库里变成了奥纳德 但结局依旧没变 从领先18分到最后输了11分 只能说勇士太强大 此一 库里虽然3分16中6 但是投篮26中11 看下36分6本三注 得分依旧无法限制 后来3分5中1 投篮20中8 19分5篮板5步2钻2帽 真是攻防一体巨精 值得顶心 而本场最亮眼的无疑就是 防守核心格林了 20分12板13注4钻 三界就达成了三双成就 真是一个对手狠死 最有爱死的球员 太硬了 赛后克尔也胜赞格林 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了 看不到他累得很激 而勇士如此强大 也侧面红测出张姆斯的强大 毕竟当年老转是在 1比3落后的情况下 实现奇迹大翻盘的 那时候的勇士 可是比现在更强大 这也是克尔直调时机 勇士唯一一场 他2比0领先还输球的系列赛 赛后张姆斯的粉丝 国手马剑也说道 当你看到目前的 这轮系绝系列赛 你会知道Kin的伟大 即便是Kin拿不了总冠军 但他带给篮球的精彩和激情 只有Kin才能给你 很多人说我是Kin的最大粉丝 那是你对篮球竞赛的误解 你现在问问勇士的粉丝们 你们难道不想看到Kin 和你们的对决吗 我只想看到最强的对决 看到死活的场面 目前的这场比赛的质量 真的会影响收视率的 不说了 想念老瞻 期待下课季的胡人 能否勇士在激活赛干上一架